从前从前 齐国有一个善于见识狗的人 他的邻居拜托帮忙 找一只能够捕抓老鼠的狗 这个人过了一整年后才找到 并且对邻居说 这是一只优秀的狗 邻居很开心地将狗带回去 但是养了好几年 那只狗带回来 这只狗却不肯抓老鼠 邻居很生气地跑去跟见识狗的人说这件事 那个人却说 这是一只优秀的狗 它的志向在于捕捉像野猪梅花鹿一样大的猎物 不在于捕捉小老鼠 如果要让它抓老鼠 你必须把它绑起来 邻居听完后就把它的后脚绑了起来 受到束缚的狗垂头丧气 不久后就愿意抓老鼠了 因此有人说 奇遥之气 洪湖之志 这都是象征人有远大的志向 这就是洪湖之志最早的典故 这就是洪湖之志向